香港特區政府房屋局1月30日安排傳媒參觀簡約公屋示範單位 房屋局局長何用賢作簡報時稱 特區政府目前隱秘得八幅土地用以興建簡約公屋 分別位於元朗、屯門、企德、柴灣和上水等地 目標是在未來5年興建約3萬個單位 以儘快填補短期供應房屋供應不足的缺口 改善基層市民的生活環境和質量 我們會分開兩批缽款 先做四個項目 1萬7千個單位 餘下四個1萬3千個單位 我們打算是在23、24年 在這個年度裏完成第二批缽款的申請 第一個階段我們預算有2100個單位 在元朗的郵博路 希望在24、25年完成 其餘的14900個 即第一批缽款裏面的14900個 就希望在2526和26、27年分階段完成 據悉 香港房屋問題由來已久 傳統公屋平均倫厚時間長於5年 超過10萬戶居民住在湯房 香港特區行政長國李家超於2022年10月 公布施政報告時提出 要在5年內快速建成約3萬個簡約公屋 共輪候傳統公屋者申請入住 再等候遷入傳統公屋 以填補傳統公屋供應不足的缺口 並改善基層市民居住環境 當天 中心社記者在參觀簡約公屋示範單位時看到 這個單位的面積約30平方米 格局端正 通風採光良好 室內設施已應俱全 室內的配套在示範單位大家看到了 獨立的洗手間 有一個臨浴間 就在洗手間一齊 然後就有一個開放的主食空間 我們會裝上一個熱水爐的 因為都不想那些住戶出出入入的時候 就搞到那些水喉那些這樣的 我們會比起來 還有洗手間的抽氣線會比起來 據瞭解 最新設計的簡約公屋 將提供三種不同大小單位 給一至兩人 三至四人 以及四至五人家庭入住 面積介乎13至31平方米 當天 記者還參觀了 位於取得試運道的簡約公屋用地 據悉 該用地佔地約5.7公頃 預計將提供10700個簡約公屋單位 去把市場的景覽給展示 暫時 寄進公屋炸作 為了所謂的漫畫 為了許多年公屋炸作 兩頃減圈是反映的 發生於是否 難以勇佔的 獨立以外 投資而被把市場增進水 在這部分的橋上 又是否為了 不斷在這部分的橋樑 造价方面 香港特区政府建筑署最新估算约3万个检约公屋的设计和建筑工程项目的费用 将由原来267.9亿港元削减8亿至259.9万港元 相关额外基建工程费用由原来6亿港元削减1.5亿港元至4.5亿港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